你知道吗? 珠穆朗玛峰每年都在长高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有一座山 它每年都在长高 这座山就是珠穆朗玛峰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 然而 在这看似肩不可摧的冰川之下 却存在着一种名为构造运动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 让珠穆朗玛峰每年以4毫米的速度不断增高 而除了珠穆朗玛峰以外 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其他山峰也在逐年增高 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那么 为什么这些山峰能一直保持向上生长呢? 这是因为青藏高原还在继续抬升 而且抬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我国科学家就发现 青藏高原每年会抬升2毫米到13毫米 这样的抬升速度远超板块碰撞时的地壳变动 换句话说 人类一生所经历的变化 在青藏高原上可能只是苍寒一速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高速的增长速度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呢? 答案是直到现在 科学家们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因为导致青藏高原抬升的原因非常复杂 包括地壳运动、气候变化等 这些都是影响其高度的重要因素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青藏高原都一定会比现在更高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珠穆朗玛峰真的有一天能够突破天际 又会怎样呢? 其实不用想得太久 因为在电影《流浪地球》中就有过这样的情节 电影里的珠穆朗玛峰确实曾突破了天际 并且还冲出了大气层 但随之而来的是地球即将毁灭的结局 当然了 这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现实生活中的珠穆朗玛峰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珠穆朗玛峰真的冲突大气层 那它还会不会继续向上生长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在太空中是没有办法形成晶体结构的 所以珠穆朗玛峰也就无法继续向上生长了